赵瑞斯新剧《搭档承伟》停开 竟他下半生失踪大陆白心眉腿抄西京 赵瑞斯在《辛亥灿烂》中与吴磊的出色演绎 以及在《偷偷藏不住》中与承哲远的精彩合作 都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使他迅速走红 而他与刘宇宁共同主演的古装新剧《珠连玉幕》也备受期待 赵瑞斯因此稳坐了乐剧女神的宝座 今日一十日 赵瑞斯与因胡珠夫人和老九门而伴红的陈瑞婷 共同开拍新剧《徐罗闪耀》 在开机仪式上 两人均身着剧组统一提供的白色T恤 陈瑞婷佩戴着金丝矿眼镜 显得文质彬彬 而赵瑞斯则搭配了一款白色短裙 大线美腿 显得青春红绿四溢 此外 赵瑞斯还代引了多个知名品牌 如Versays Nistin和自然堂等 展现了他广泛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 粉丝们更是集体送上餐车 花篮和礼品 为他应援 场面盛大而壮观 足以见证他在娱乐圈的超高人气 在成功完成《珠连玉幕》的拍摄工作后 赵瑞斯在三月迎来了《杀青时刻》 随后他选择陪伴家人出游 并前往韩国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购物之旅 短暂消息之后赵瑞斯迅速回归工作状态 积极投身于代言品牌的线下活动 直播互动以及杂志拍摄 更令人瞩目的是 在五月底 他荣幸地受邀担任法国巴黎奥运火剧手 成为了亚洲地区唯一获子舒容的艺人 其风光程度可见一斑 今日一十日 赵瑞斯再度投入新剧《循我要演》的拍摄工作 此次 他将携手曾因搭档赵丽颖主演民国剧《老九门》 以及与杨幂合作古装剧《胡珠夫人》 而迅速走红的陈伟霆共同出演 两人早在参与《物质真人秀》节目童话时便已经熟识 彼此间的默契和互动 更是被众多观众赞誉为 如同老项剧帮甜蜜 如今 两人终于如愿以偿的搭档演出 这一消息让众多CP粉们激动不已 期待他们在剧中擦出更加耀眼的火花 赵瑞斯主演的新剧《循我要演》的《在行设计》近日曝光 陈伟霆在新曲《循我要演》中的《在行》已正式揭晓 在今日的《循我荣耀》开机仪式上 赵瑞斯与陈伟霆的《在行》首次亮相 引发关注 两人都身着剧组统一的白色T恤 展现了团队的默契与和谐 陈伟霆则以黑裤 白鞋和细矿眼镜的搭配 展现了其稳重的男性魅力 而赵瑞斯则以一头咖色波浪长发 遮羊帽和白色短裙的装扮样像 尤其是他那下半身失踪的穿搭方式 将一双胸长眉腿展露无疑 同样搭配了细矿眼镜 展现出女性的优雅与性感 在仪式上 当主持人点名感谢到场支持的陈伟霆和赵瑞斯的粉丝团时 赵瑞斯更是主动走出队伍 以半冬的姿势俏皮的在头上拍手 表达了对粉丝的深深感谢 她的可爱模样赢得了在场众人的振振掌声 赵瑞斯与陈伟霆一同样像 向亲临现场的粉丝们表达衷心感谢 这一幕温馨的瞬间被记录下来并曝光 赵瑞斯与陈伟霆的英顿们 纷纷样出了各自的豪华应援阵仗 展现出对他们偶像的热烈支持与喜爱 开位与人气 尽管陈伟霆在内的人属二线艺人 但其开位 人气及影响力均呈现下滑趋势 商务通告 与以往相比 陈伟霆现在接到的商务通告明显减少 公司资源 由于内地娱乐圈资源竞争激烈 陈伟霆所在公司在内的资源份额 已被其他大公司瓜分 导致他在内的缺乏公司支持 陈伟霆的演技与角色选择 演技评价 陈伟霆的演技受到认可 尤其在群戏中表现更佳 主角戏扛力 然而 在主演剧中 陈伟霆的扛剧能力相对较弱 这可能与剧本 角色设定或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 陈伟霆与赵瑞斯合作的新剧开机 标志着他在内的影视圈 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 面对日益基业的竞争和缺乏公司支持的现状 陈伟霆需要更加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影响力 以应对市场的挑战 不仅赵瑞斯的粉丝们为他打气 他所代言的知名品牌如Virces Misting以及自然唐也都纷纷送上映员餐车 缤纷花篮和各种礼物 声势浩大 极为风光 与此同时 陈伟霆的阵仗也丝毫不逊色 因此网络上有人猜测两人在剧中应试同等重要的角色 不过 也有爆料称赵瑞斯是剧中的女主角 而陈伟霆则是第二主角 对此双方均未提出异议 然而 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仍需等待剧方正式发布消息才能得知 许我荣耀这部电视剧 源自中国知名作家张悦然的大乔小乔 他幸运描绘了许颜这个角色 由赵瑞斯饰演的新乐历程 许颜自幼并与父母存在难以解开的心结 他独自从小镇奋斗到大城市 历经近十年的艰辛打拼 尽管后来他与才华横溢的沈浩明 由程伟霆饰演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由于两人背景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渐渐产生了隔阂 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离婚后的许颜 尽管遭受了爱情与事业上的双重打击 但他迅速调整了心态 重新振作起来 他不仅在事业上找到了新的方向 更在人生的道路上领悟了亲情与爱情的真谛 赵瑞斯 作品运的宠儿 新剧《循我要眼》引人瞩目 前言 当银瓶上的他 以轻心脱俗的形象样像 你是否被那一抹亮眼的微笑所吸引 赵瑞斯 这个名字或许并不陌生 但他的新剧《循我要眼》却让人眼前一亮 犹如璀璨的星辰滑破夜空 让人忍不住想要探寻其中的奥秘 一、赵瑞斯 演艺圈的璀璨星星 在浩瀚的演艺圈中 赵瑞斯就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从出道之初的甜美少女到如今的实力派演员 赵瑞斯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她的作品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都能让人感受到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真挚情感 代表作品《我喜欢你》 在这部剧中 赵瑞斯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乐观开朗 敢爱敢恨的女孩 她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男主角的心 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赵瑞斯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她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感受到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二、陈伟霆 大气侧漏的都是精英 与赵瑞斯搭档的陈伟霆 同样是演艺圈中的角角者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帅气的外表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在《徐我耀眼》中 她饰演的沈浩宁一角 是一个典型的都市精英 大背头 金边眼镜的造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演技和形象都让人期待不已 相信她与赵瑞斯的对手戏 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三、新剧《徐我耀眼》 引人瞩目的都是情感剧 《徐我耀眼》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张悦然的小说《大乔小乔》 讲述了当红主播雪岩与都市精英沈浩宁之间充满秘密的婚姻故事 赵瑞斯在剧中饰演雪岩一角 她的现代造型清新脱俗 长发搭配白色短袖 宛如刚刚走出校园的清纯女大生 而陈伟霆则饰演了沈浩宁一角 她的大背头 金边眼镜的造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剧情深度解析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都市情感剧 她深入探讨了当代年轻人在婚姻 事业 爱情等方面的困惑和选择 雪岩和沈浩宁这对夫妇 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 但实际上却各自背负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们的婚姻充满了挑战和考验 但正是这些挑战和考验 让她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 演员演技大赏 在这部剧中 赵瑞斯和陈伟霆的演技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赵瑞斯将雪岩的内心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感受到了她的善良和坚强 而陈伟霆则将沈浩宁的大气和柔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让人不禁为她的角色而倾倒 两人的对手戏更是火花似箭 让人看得过瘾 造型与视觉盛艳 除了演员和剧情之外 许我要演的造型和视觉效果也是一大看点 剧中的服装、化妆和道具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挑选 呈现出一种既真实业扬眼的视觉效果 每一个场景都让人仿佛置身于其中 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繁华和喧嚣 结语 许我要演这部电视剧 以及引人若胜的剧情 出色的演员这融合精美的视觉效果 成为了今年备受期待的都是情感剧之一 赵乐斯和陈伟霆的精湛演技 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相信在这部剧中 他们一定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个鲜活 真实的角色形象 让我们感受到都市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吧